到了,到了七星山主峰,海拔一千一百二十公尺 七星山东风 这里是晴天刚大草原 大草原上视野宽阔 看到宽阔的视野 人的心情也跟着开朗起来 从捷运建坛站 可以搭1717班的巴士 或者转搭260或者是洪武巴士 到阳明山的总站 到了阳明山总站以后 再搭108号小巴士 就可以到达小油坑服务站 现在来到小油坑的服务站 今天的目标是要登上七星山联峰 待会儿要能够走到峰桂口 这个是大台北纵走的第三段 这边小油坑服务站是登山口 我们现在就往上走 不过要再次提醒大家的是 这个七星山这边 因为一路上面都没有什么遮蔽物 所以开水一定要带够 防晒的帽子和长袖最好也都准备好 好咯 那我们现在就往山上走了 今天要能够挑战成功大台北纵走的第三段 这山路的夹道两边都是建筑林 很高的建筑林 但是它遮阴效果有限 所以防晒装置还是要穿戴好 从小油坑要爬到七星山主峰 一路上都是陡坡向上 这是有一些挑战性的 慢慢走一定会到 陡坡陡坡 一路上无止境的陡坡 看到第一个路标 七星山主峰是1.6公里 目前我只爬了200公尺 还早嘞 只是暖身而已 七星山这里是北台湾第一个迎接东北季风的地方 但是就因为东北季风的强烈强韧 所以像灌木或者是桥木根本抵挡不住墙风 所以在这个地方灌木和桥木没有办法生存 反而是我眼前看到的芒草或者是建筑 他们因为能够耐风耐热 所以成为这里唯一的植物特色 这一路走来 沿途都可以闻到一阵一阵的硫磺味 没错 这个地方就是火山旧有的喷出口 就是这边有很多的硫磺 你看到我头顶上好像蹊跷伸烟 不是 它其实是喷气孔 硫磺喷气孔 回头遥望小游客服务中心 以及停车场 显得那么多渺小 到了 到了七星山主峰 海拔1120公尺 这里是台北市的最高峰 有一种说法说是登七星山而小台北 这其实应该是用登泰山和小天下的一种转换式的说法 我背后的现在的台北市看起来真的是很渺小 因为在山顶上这边的市也开阔 格局也变得比较大 所以相对而言小台北因为它看起来比较小 在七星山主峰打卡拍照完毕以后 现在要继续往七星山东峰移动 东峰就在眼前 就在那个山顶上 走 路上有这个野鸟 我叫不出名字的鸟 好像不怕人 往东峰 有一段陡坡 陡坡 往上爬 七星山东峰到东峰这边的展望也非常好 可以看到北海岸 也可以看到台北盆地 离开七星山东峰 离开七星山东峰 要往步道再往下走 从七星山下来 一路都是抖降坡 这对膝盖来说是一个考验 人生就是如此 有上就有下 上七星山是爬抖坡 下山一样抖坡伺候你 七星山东峰下来以后 看到这个指标牌 你可别走错了 别走到右边去 目标是要走到冷水坑 还有0.8公里 往前走 走到了冷水坑游客服务处 现在已经花了两个小时 现在从冷水坑游客服务处 要往青山吊桥 也就是要往晴天岗走 从冷水坑的停车场 接下来要走晴天岗步道 待会1.8公里会到晴天岗 前面会有青山吊桥 青山环绕的底下 就是这个画面里面 你们看到的白白的浓稠状的 又叫做牛奶壶 它的成分最主要应该都是硫磺 不过这个面积并不是太大 但是在青山环绕之下 它显得很特殊 青山吊桥 现在要过桥了 晴天岗1.4公里 这一条往晴天岗的步道建设的非常的好 最主要是它的路标比较清楚 这条路上的行人应该说是登山客吧 很多 夏日炎炎 应该说是秋老虎吧 秋老虎这个时候来山里面的人很多 至少在山里面吹凉风 不必在家里面吹冷气 这是避牛庄 躲避牛 不要让牛能够直接闯进来 但现在反而是人走进了牛的领域 晴天岗大草原 这里看似一望无际 视野开阔 到这个地方来 人的心胸也就跟着开阔起来 看到了 看到峰桂口的招牌 还有6.4公里 是我今天第三段的终点 峰桂口 前进 从晴天岗大草原 要走到今天的终点站 峰桂口 有6.4公里 不算近 但也还好 不是太远 最重要的是 这山上风吹起来 凉凉的 比平地至少少了四五度 还算是清爽 金包里大陆的城门 以前说 这边是抗日议事 简大师 他这个修竹的城门 走过晴天岗的草原区 就来到这个山腰 这个地方的灌木杂木区 继续往峰桂口前进 这个泥坑 现在没有水 牛只当然也不知道 跑到哪里去了 这一片翠绿的榨草原 在蓝天白云和苍丽的山冷之间 让人觉得心旷神怡 还有特色的山木群 一排一排的 排列的很整齐 以前是经济作物 但是现在只能耗着 放着 很有特色 这里种了一大片的柳山 柳山木是民国四五年代 也就是民国四十几年 五十几年的时候 有当时的林雾局 在这边造林的 不过因为这边的生长的不是特别好 所以后来也禁止采伐 就变成现在这个特殊的林象 走到鼎山了 还收集了一个字卡 羊 羊泥山的羊 从山谷的这个冷线向外看 远远的远远的 基隆雨就在远远的海面上 在画面里的正中央 到了 终于走到了 终于到了 峰桂嘴 又叫做峰桂口 这一趟是大台北纵走第三段的终点站 峰桂口 以前 当然现在也是 是骑脚踏车 车友们的胜地 不过它同时也是大台北纵走第三段的终点站 这一趟的旅程 我从七星山主峰一路走 走到峰桂口 总共花了五个小时 整整五个小时 这五个小时还包括我一路的拍照 以及中间用午餐 这一趟旅程并不轻松 如果您喜欢这趟旅程的话 谢谢您订阅 并且留言 以及分享 谢谢您 我们下回见